大家好 我是Wayne 今天我們繼續來講一講 克里斯沃茲 殺妻滅女案 上一期我們講了 一直以來都是好丈夫好爸爸的 克里斯沃茲 因為一段一個多月的婚外情 就殘忍的殺害了 懷孕15週的妻子和兩個女兒 然而事情呢 並沒有隨著克里斯的入獄而結束 案件被報導後 引發了全媒的討論和憤怒 克里斯在獄中 也是收到了很多的來信 大部分都是罵她 恐嚇她的 還有一些人是想要了解她的 想要弄清楚 她的殺人動機到底是什麼 其中呢 就有個名字叫雪來的中年女性 和克里斯的信件來往是十分的頻繁 持續了將近一年的時間 信件當中 克里斯向雪來描述了 她殺死妻子和女兒的全部過程 而這 已經是她說的第三個版本了 那第一個版本呢 就是她在警察局說的 她說 夏倫掐死了兩個女兒 她一怒之下把夏倫掐死了 那第二個版本呢 是她在法庭上說的 她說她是 一口氣就把夏倫和兩個女兒都殺死了 而這第三個版本呢 遠比前面兩個版本 都要可怕得多 讓人難以置信 她說 當時夏倫還在房間裡面睡覺 她是先去了女兒的房間 然後用枕頭悶死了他們 然後呢 她回到主臥 掐住了夏倫的警動脈 夏倫是立馬失去了意識 然而這個時候 大女兒貝拉突然走了進來 這讓她十分的震驚 原來兩個女兒還沒有死 她呢 就把兩個女兒和夏倫的屍體 裝進了卡車 運到了石油儲存地 在車子上面 她先是把小女兒嬉嬉悶死了 輪到大女兒貝拉的時候 她一直祈求一直反抗 祈求爸爸不要殺她 而貝拉的世界報告也顯示 她的舌頭和嘴唇都有被咬破的痕跡 這也說明了 小女孩當時在激烈地反抗 難以想像 這麼小的貝拉 親眼看見自己的媽媽和妹妹 被爸爸殺死 然後還要面對爸爸 對她伸出的魔爪 當時的內心 該是有多麼的恐懼 當貝拉停止了呼吸後 她先是把兩個女兒 推進了石油桶裡面 她說 石油桶的口子很小 沒有想到 把她們推進去的時候 還是挺輕鬆的 因為夏倫的身體太大了 只能在旁邊挖了一個坑 把她埋了起來 她說 把夏倫推進坑裡的時候 夏倫的臉是朝下的 但是她太恨她了 以至於她都不想把她的臉擺正朝上 克里斯說 殺死妻子女兒 她一點也不後悔 當時處理完屍體 她甚至是感覺一身輕鬆 終於是自由生了 可以光明正大地和尼克在一起了 在這之後 她從工地直接開車去了辦公室 甚至在辦公室裡面 聽起了美太利卡樂隊的歌曲 《星界》裡面 還有另外一個重磅炸彈 克里斯說 她幾週之前 就已經在計劃這場謀殺了 而且 這之前 她在下輪不知情的情況之下 給她吃了好幾次 奧石康地 這是一種會讓人流產的處方藥 當雪來問她這個藥是哪裡來的時候 克里斯說 她會把這個秘密 帶進坟墓 到底克里斯為什麼會對女兒和妻子 有這麼大的仇恨呢 如果只是因為一個多月的婚外情 好像不太說得通 那接下來 我會根據收集到的資料 盡可能地還原克里斯的成長環境和家人關係 分析克里斯的母親辛迪 妻子夏倫以及情婦妮可 或許 你可以從中了解一下她的殺人原因 克里斯沃茲 1985年5月16號出生於北卡羅來納州 母親辛迪是一個非常強勢的女人 家裡面大部分事情呢都是媽媽說了算的 克里斯她害羞 內向 從小就聽話懂事 甚至沒有過潘尼西 從納斯克科里茲畢業之後呢 她成了一名優秀的汽車技師 拿著不錯的工資 在母親眼裡面 克里斯一直是一個完美的男人 聽話的兒子 直到遇見了夏倫 夏倫她聰明漂亮 樂觀活潑 十分自信 立馬就吸引了克里斯 他倆太不一樣了 那要知道 克里斯從小就生活在安靜嚴肅的家庭裡面 父親羅尼安靜化少 母親辛迪嚴肅謹慎 而姐姐莎拉也是小心翼翼 而夏倫的家庭呢 則顯得十分的外向 夏倫和她的母親桑迪 都是那種非常平易近人的人 是那種會在陌生人面前 也喋喋不休家裡面事情的人 而這在克里斯的母親辛迪看來 夏倫一家是不知分寸 和她的家庭太不一樣了 當辛迪得知夏倫結過婚 還患有紅斑狼窗時 她十分的介意 她認為夏倫根本配不上 自己優秀的兒子 她也不認為夏倫有多麼的喜歡克里斯 因為據辛迪所說 夏倫經常當著她的面 說克里斯的種種不適 這讓她非常的介意 從第一次見面 辛迪呢就對夏倫埋下了偏見 隨著後來的相處 矛盾和衝突是間接深化了 第一個正面衝突呢 是在克里斯和夏倫的訂婚那一天 克里斯的母親和姐姐 準備訂婚那天的食物 然而那天全是有賣食物 而夏倫 她是一個堅定的無賣之主義者 而且夏倫她當時 準備了八十個邀請壇 由克里斯的姐姐莎拉負責發出 然而當天只來了十幾個人 另外那些人全都沒有來 他們說 他們沒有收到過邀請壇 這讓夏倫十分的神奇 為此 克里斯和母親是吵了一架 從這件事情開始呢 辛迪就感覺到兒子變了 遇到夏倫之前 兒子對她是十分的孝順 甚至可以說是言聽計從 但是和夏倫在一起之後 克里斯似乎不再愛她了 這也導致了後來 夏倫和克里斯的婚禮上 克里斯的父母和姐姐 都沒有來參加 而辛迪的解釋是說 她一直在等待兒子的道歉 等來的卻是別人告訴她 婚禮都已經結束了 以及夏倫已經懷孕了 夏倫懷孕之後 辛迪和兒子一家主動示好 儘管在她看來 夏倫是一個偷懶 自私 愛慕虛榮的女人 辛迪說 夏倫為了讓她表達誠意 要她買一個六百美元的嬰兒車 儘管夏倫明明知道 婆婆家並不富裕 但是為了兒子和孫女 辛迪還是買了 當時夏倫和克里斯 都在福特汽車專賣店上班 夏倫她是店裡面的高級銷售 克里斯是機修組組長 而夏倫懷孕後 因為之前患有過紅斑狼窗 算是一個高風險的產婦了 夏倫就辭職 在家裡面專心的養她 然而這在辛迪看來 婚後三個月就懷孕 並不能說明夏倫是一個高風險產婦 她覺得夏倫完全沒有必要辭職 完全就是在偷懶 而兒子每周都要工作六天 一家的經濟壓力全部都落在了兒子身上 這對兒子太不公平了 辛迪和丈夫羅尼每年都會飛去弗雷德里克 看克里斯一家兩次 住在克里斯家裡面 辛迪看到夏倫和克里斯的日常相處模式 她說在夏倫身邊的克里斯 總是顯得非常的焦慮 小心翼翼的 當夏倫她要拿一個東西的時候 克里斯總是跑著去給她拿 好像只要夏倫要什麼 克里斯呢 就是隨時帶命著的 對於兒子和兒媳這樣的相處模式 辛迪是非常的不滿 她還覺得夏倫是一個殷勤不定 喜怒無常有狂躁症的人 對於夏倫呢 她是越來越不滿了 2018年7月 夏倫帶著兩個女兒去北卡過暑假 也就是克里斯出軌的那段時間 兩家老人都住在北卡 夏倫本來是打算分別在自己的父母家 和克里斯父母家待上一段時間的 去辛迪家之前呢 她再三強調 小女兒希希對堅果是過敏的 家裡面千萬不要放結果 以及不要在她面前吃堅果 然去了之後 她發現辛迪家裡面到處都是堅果 還給孩子們吃堅果冰淇淋 希希吃不到就大發脾氣 辛迪呢就跟她說 是你媽媽不讓你吃的 為了這件事情 夏倫和辛迪是吵了一架 辛迪說 她這麼做是要給希希一個教訓 她不能總是得到她想要的 夏倫生氣地帶著兩個孩子離開了 回到娘家 再也沒有去住國了 然而這一次爭吵 克里斯沒有和以前一樣 站在夏倫這一邊 夏倫不停地向她發短信 抱怨辛迪 說辛迪是一個邪惡的人 不會再讓她見孩子了 克里斯呢則選擇不回覆短信 一方面呢是忙著和情婦妮可約會 另外一方面呢 也許是她想逃避這難搞的婆媳關係 後來當她也來到了貝卡 告訴母親自己想要離婚 辛迪是非常的高興 她覺得兒子的人生終於又有希望了 然而沒有想到 幾個星期之後 卻傳來了克里斯殺人的消息 法庭上面 當著悲痛欲絕夏倫的父母 辛迪讀了一封對兒子克里斯的信 她表示自己一直愛她 並且相信她 我一直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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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愛你 我們會罵你 而且對於夏倫的死 辛迪表現得十分的冷漠 法庭上面也隻字為題 這裡我不會主觀去評價 辛迪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那我放一段辛迪的事後採訪 大家可以自己判斷一下 採訪當中主持人問辛迪 她擔心克里斯被判死刑嗎 辛迪是這麼回答的 我沒有財財 我沒有財財獻 我們沒有財財 I think you'd be safer on death row forever. I think you'd be safer on death row. I just want the truth. All of us just want the truth, that's all. But I would like to know what triggered it. How can a perfectly normal young man, and he's normal, he was normal, but he wasn't evaluated when he came into the system. There's doubt. I have doubt that he did that. I can't see that he did it. I don't see why he's pleading guilty. I wouldn't. I'd fight. I'd fight to the end. 而對於兒子克里斯和夏倫的婚姻 他是這麼說的 他否認自己的兒子是一個心理變態 或者是反社會人格 因為他連一隻小動物都不忍心殺死 他說兒子只是有點社交障礙 而自己年輕的時候也是那樣的 但是後來婚姻治癒了他 I don't think he just had the right person at his side. I don't. That relationship was toxic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說起兒子克里斯, 辛迪是邊哭邊說 We just did everything for them. We worked for them. We wanted them to have a good, good life,good education. We stressed education. And they were both doing well. I thought, you know, I knew marriages can be bad, but you can get out of them and go on. 可以看出, 辛迪對克里斯真的是十分的疼愛和保護 也許克里斯正是在母親這種保護 和盲目的溺愛之下長大的 但是克里斯對於母親 有辛迪想要的那種親密和愛嗎? 當時克里斯被帶去警察去問話的時候 克里斯要求給父親打一通電話 讓父親羅尼過去 但是是母親辛迪接的電話 辛迪問他,需要我做什麼嗎? 克里斯卻說,不,只要父親來就可以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克里斯想見的人只有父親, 可見在他的內心裡面,或許和母親並不親近 或者說,母親辛迪沒有給他過信任感和親密感 那從辛迪的描述當中 我們大致可以看出克里斯和夏倫的關係了 這個家庭當中,夏倫似乎是那個拿主意的人 而克里斯的確也是對妻子言聽寄從 克里斯一開始在福特汽車專賣店工作的時候 一周需要工作六天 這人夏倫非常的不喜歡 儘管在當時,倆人還有經濟壓力 克里斯還是聽了夏倫的話,換了工作 降薪去了石油公司工作 上一期我們講過,15年的時候 夏倫和克里斯已經申請過破產保護了 負債是448,820美金 後來,儘管夏倫在勒威爾公司幹得不錯 收入有6.5到7萬美金 而克里斯在石油公司一年也能賺6萬美金左右 兩人總收入是有增加的 但是經濟狀況並沒有好轉 他每個月有2700美金的房貸 150美金的物業管理費 2000美金的保姆費 600美金的車袋 再算上兩個女兒的學費 醫藥費、車險 不包括日常開銷 其實已經是複製住了 而且當時夏倫買的那輛雷克薩斯 公司發的津貼根本不足以支付 克里斯只能賣掉自己的福特野馬車補貼首付 另外,夏倫公司經常獎勵那些旅行 並不全是免費的 夏倫和克里斯為這些旅行也欠了不少的債務 克里斯曾經向母親心底抱怨 家裡的財政大權全是由夏倫一手掌握的 他連自己的銀行卡都沒有 對於這些財務危機 他並不知情 等他意識到以後 他發現他們每張信用卡都已經刷爆了 一共欠了大約一萬美金 案發前他們還拖欠了三個月的房貸 銀行已經是發出了警告信了 克里斯說 他們負債累累很難擺脫出來 而第三個孩子的出生只會增加開支 雪上加霜 然而夏倫似毫不在意 他照樣買名牌包包 衣服 鞋子 掛滿了他的紫色衣帽間 週末和朋友聚會 做支架 讓兩個女兒送最好的要員 頻繁的參加公司旅行 而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克里斯他遇到了妮可 案發後妮可主動聯繫警方 向警方坦白了他和克里斯的關係 警方是前後幾次找到談話 而幾次談話當中妮可是漏洞百出 對於關鍵問題的回答是摩倫兩可 一直在說謊 這裡我舉幾個比較主要的例子 謊言一 妮可6月的時候才認識了克里斯 妮可說自己是在2018年6月的時候 認識了克里斯 之前她都沒有聽說過這個人 她第一次見到克里斯 她手上並沒有戴結婚戒指 也沒有提到過兩個女兒 直到6月底的時候 兩個人的關係才親密起來 直到那個時候 克里斯才跟她說自己已經結婚了 有兩個小孩了 但是正在辦理離婚手續 但是經警方調查 早在10個月前 也就是2017年8月3號的時候 妮可就在谷歌搜索了克里斯 9月份的時候搜索了夏倫 2018年1月又搜索了夏倫 這說明妮可早就知道了克里斯 並且暗暗觀察她 收集她的喜好 而在克里斯和夏倫的主頁上面 全是一家人和兩個女兒的圖片 妮可她是不可能不知道 克里斯已經結婚 並且還有兩個女兒的 而且克里斯的郵件記錄顯示 她和妮可3月份的時候 就有了言辭暧昧的郵件往來 而且當時克里斯告訴妮可 自己有孩子的時候 妮可的反應是讓人非常的意外 沒有 我覺得她有點可愛 我覺得她是父母 也就像是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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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妮可說 妮可說 當時她看到電視上 克里斯接受採訪 讓妻子和女兒回來的時候 她嚇了一跳 我才知道她還沒有離婚 如果她欺騙我這件事情 那麼她肯定還有別的事情欺騙我 但是 克里斯入獄之後說 妮可當時問她 夏倫是不是懷孕了 她是如實回答了 而且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 妮可會經常翻看克里斯的手機 夏倫那些發給克里斯的短信 她不可能沒有看到 而且妮可經常搜索夏倫的Facebook 夏倫也發不過自己懷孕的圖片 妮可不可能沒有看見的 謊言三 妮可想讓一切慢慢來 妮可對警察說 她跟克里斯說過 不要進展得太快了 一切都可以慢慢來 來聽聽她在警察局的時候 是怎麼說的 這不是 我們應該要結婚 我們應該要有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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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應該要跟你們 我們應該要跟你們 我們要認識你的孩子 我們把母親切掉 這不是 然而7月24號她搜索了 一個男人說要為我離婚 8月4號的時候 她又花了兩個小時搜索了婚紗 8月8號的時候 她給了克里斯家的鑰匙 並且搜索了和情婦結婚 這實在不像是一個想要慢慢來的女人 會做的事情 而在妮可的談話和行為當中 又有一些一點值得懷疑 1.1 妮可為什麼要刪除和克里斯的短信 妮可說 刪除和克里斯的通話和短信 是因為覺得她太噁心了 她欺騙了她 她不想在手機裡面再看到這些內容了 然後開始問她 他已經在這幾天 那我們再來對比一下 之前克里斯在接受審訊時候說的話 她是一個素晴的人 但是 我沒想到她的問題 我沒想到她的問題 我沒想到她的生活 我沒想到她的生活 同時她也刪除了她的搜索記錄 如果只是因為恨克里斯而刪除短信 那她為什麼要搜索這些信息 還刪除搜索記錄呢 1.2 克里斯要帶進墳墓的秘密 和妮可有關係嗎 克里斯去北卡找夏倫的第一天晚上 夏倫不知道什麼原因一直在狂吐 後來克里斯承認 那一天晚上她給夏倫吃了奧式康定 這是一種會讓人流產的處方藥 而24個小時之前 妮可曾經給康復中心打過22分鐘的電話 隨機呢 又立馬給克里斯回了電話 這會不會有什麼聯繫呢 最重要的就是 妮可和這件案件有什麼關係呢 妮可說 自己對於這些一無所知 而妮可和克里斯的通話記錄裡面顯示 12號晚上 也就是發現夏倫和孩子失蹤那一天 他們打了很多個電話 克里斯有兩個電話 一個是私人電話 一個是工作電話 那天晚上 警察打電話給克里斯 想要問夏倫和孩子的身高等信息 先是給克里斯的私人電話打了過去 電話是通了 但是過了一會兒又掛了 警察又給克里斯的工作電話打了過去 克里斯接著電話 說自己的私人手機壞了 但是他明明和妮可 用私人手機打了好幾通電話了 那麼會不會有種可能 克里斯把工作手機外放 同時又用私人手機和妮可打的電話 所以警察的問話呢 妮可也是聽得一清二楚 那麼妮可為什麼要聽警察的問話呢 而且在12號晚上 在夏倫回弗雷德里克之前 克里斯和妮可打了一個110分鐘的電話 至於電話內容是什麼 妮可說自己也不記得了 雖然疑念重重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幾次談話之後 警方就放棄了對妮可的調查 克里斯在獄中說 遇到妮可以後 自己就好像變了一個人一樣 不明白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事情來 那為什麼妮可對於克里斯 有那麼大的吸引力呢 妮可說自己和克里斯有很多的相似之處 比如兩個人都喜歡車 喜歡健身 克里斯曾經跟她說過 只有和她在一起的時候 她才能做自己 在別人面前她都是很內向的 克里斯曾說 妮可經常會去救一些問題 去徵求她的意見 在妮可這裡 她感受到了尊重和強烈的保護欲 而這些是在母親辛迪和妻子夏倫那裡 從來沒有感受過的 但是妮可真的如克里斯說的那樣 是一隻柔柔的小白兔嗎 7月14號 也就是夏倫和孩子們在北卡期間 妮可來到了克里斯和夏倫的家裡面 她看到了夏倫的那些奢侈品 她跑了出去 在馬路上和克里斯 發了30分鐘的短信 接著 克里斯出來讓她鎮定 兩個人躺在克里斯家的沙發上 討論著將來 她故意對克里斯說 自己在社交軟件上面認識了不錯的人 已經約好了見面了 而她的目的的確達到了 克里斯十分的嫉妒 甚至那天晚上 都無法進行正常的性生活了 也就是那一天 兩個人的關係變了 一開始是妮可十分的主動 但是現在呢 變成了克里斯覺得自己 已經無法離開妮可了 7月31號晚上 也就是克里斯剛剛到北卡那一天 妮可給克里斯發短信 十分生氣克里斯沒有給她打電話 短信裡面妮可說 你是和她在一起嗎 這個她就是夏倫 可見妮可並不如自己說的那樣 不在乎夏倫 不想霸展克里斯 妮可知道克里斯一直想要個男寶寶 兩個人約會不到14天 她就對克里斯說 自己想為她生一個男孩 而生理上面 妮可也滿足了克里斯在性方面追求的 新鮮感和刺激感 兩個人在一起時 不斷地探索各種冷門的性知識 不在一起的時候 她就不停地給克里斯發各種各樣的裸照 可以看出 其實妮可不僅控制於極強 她還比夏倫和辛迪更加懂得如何操控人心 那麼 妮可她真的愛克里斯嗎 我看也不見得 8月13號 克里斯給妮可打了5個電話 但是妮可都沒有接 即使克里斯發短信告訴她 警察在她家裡面 她也沒有回覆 這樣特殊的情況之下 但凡對對方有一點點關心 不可能是不回覆的 後來妮可的解釋是說 她那天 有一位男性朋友吉姆過來找她了 那一整天她都和吉姆在一起 當警方要吉姆信息的時候 妮可說不要去找吉姆 她對這些都一無所知 後來發現 這個吉姆是妮可和克里斯的同事 和妮可的私人關係就不得而知了 而且在妮可看來 她和克里斯之間 只能算是六周的偷情關係而已 對於為什麼妮可早在一年前 就預謀破壞克里斯和夏倫的婚姻 有一種說法是 妮可在成為克里斯同事之前 曾經在Edvocare工作過 而夏倫的公司Leville 是Edvocare的最大競爭者 妮可可能是Edvocare公司派出來的間諜 當然 這種說法並沒有什麼依據 到這裡 克里斯沃茲殺人事件我已經講完了 那這是我第一次拿出一整集的時間 來和大家講解案件背後的人物關係 在做了一段時間的案件之後 我發現背後的故事和人物關係 其實有時候能夠更加的發人聲心 那希望這樣的內容 大家也能夠喜歡 我們下期再見